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 著名的宜兰县三星乡长皮湖因久汗不雨 水位大幅下降 湖域面积减半 湖底沙洲露出 出现数十年来罕见的低水位 造成山中绿宝石走位 管理单位说 以引用地下水补充水源 维护湖泊生态 宜兰县今年严重缺水 5月下旬 兰阳博物馆前方旧屋时岛一致 水位下降于70公分 开管9年来第一次见到的现象 令梅花湖水位下探 湖面有沙洲 也是十年来首建 连标榜长年不前河的长皮湖 湖雨都大缩水 宜兰市 原山乡等地今天下期滂沱大雨 长皮湖山区只有短暂的茅茅雨 犹如杯水车薪 三星乡工作多年前把长皮湖委外管理 免费开放餐馆 位在海拔200公尺山区 阴群山环抱 湖水呈现翠绿色 放眼望去像是大型绿宝石 主要水源来自山泉水及雨水 马水位时有2.75公顷大 由于长期没下雨 山泉水前河 湖雨四周沙洲露出来 湖中喷水设施暂停 湖雨面积少了一半 水晴拉警报 三星乡长黄西雍说 长皮湖是三星乡重要风景区 历经长期保雨 雨下被累生态丰富 要求管理单位事实补充水源 业者随即启动应变机制 使用地下水引进湖雨 避免水质优氧化 宜兰气象站三星自动观测站 统计数据指出 三星乡在2016年1到7月测的 累计雨量1393.5毫米 去年同期1072.5毫米 今年同期剩下905毫米 上半年降雨量明显减少